然後來介紹一下今天的獎子 就是炎偉 然後 今天給炎偉一個掌聲 我們禮拜四才跟炎偉第一次見面 然後才知道炎偉其實 以前也算是政大學長 對 然後那 今天會請炎偉來講的這一場 是他去年十月 因為當時工作的關係 去那邊採訪當地的書展 還要跑泰國當地的一些書店 然後炎偉 看了很多泰國的雜誌 或是出版品的東西 然後他今天也帶了很多來 等一下在前面他會一一跟大家介紹 對那 其實上次前幾天我看完那些書之後 我就會覺得 哇塞 泰國文創也太猛了吧 就有時候 以為台灣好像已經做得很不錯 所以再去看一下別的國家 發現其實 他們的版面設計跟一些風格 內容雖然看不懂 可是看有一些插畫圖片 或者是那種 整個書 出版品的紙質 或者是整個版面的編排 我都覺得和 其實有一些地方 其實是台灣可以學習的 那這些地方 炎偉都比我懂 所以現在 就請大家再給炎偉一個掌聲 讓他開始講 好 大家好 我是炎偉 然後我們 閒話先不多說 我想要知道一下 就是在座有多少人 有去過泰國玩過 一位 兩位 喔你們蠻多的 其實大家都去過 所以大家應該都很熟 泰國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知道可以講什麼 好 那 有去過泰國的人應該都會知道說 其實泰國現在在一個很激烈的變化的時期 就是搭上他們的市中心 變化非常大 然後他們的 一般的人的生活的環境 又跟我們想像中的 泰國跟 或者說觀光的地方又很不一樣 那 當然 因為在鑽石有一些朋友沒有去過 所以 就坐 就是 所以我們還是先秀一些圖片給大家看 就是 看一下 好 就是當然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的是說 就是一般大家會覺得是一個 曼谷現在其實也是一個 國際化的大都市 所以說其實 其實現在街景啊 或是說他們現在的生活的環境啊 其實 我們平常在看到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其實是我住的附近 就是其實已經是在比較近郊外圍的地方 然後是那種一般的公寓 就公寓的民宿 其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你看起來這個很綠的東西 然後上去捷運 然後看到好幾層這樣子 但是後面其實就是 很像中和這樣的地方 呵呵 其實 就是其實他們的那個 清跟舊 然後市中心跟外圍的那個關係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劇烈的變化 那這個東西 跟我們等一下我們去談說 我們在講 譬如說媒體 我們在講出版 或是說我們在講說 發展是言論自由 或者是說 所謂的繁榮 跟創意產業 產業這個東西 它跟經濟有關係嘛 那這個東西 到底現在在泰國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說 我們當然捷運在裡面 其實你要說 其實他們也是非常乾淨 也是非常新的 整個東西很多新的建設 很多新的建設 然後周邊 可能我住的地方是想這樣子 就是 二三層樓的平房 然後加加的巷弄 然後裡面也是 便利商店啊 找我店啊 然後路面談啊 什麼 所以 然後你會看到 當然一方面就是 這個是一般泰國的 很多住家民港外面會有的 像土地神一樣的神堪嘛 對啊 然後他們 我那時候跟在地的一些朋友聊 其實他們 因為泰國的 呃 大家不太知道 對泰國的種族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概念喔 就是泰國的 原來的 泰族這個東西 它其實跟 太北或是跟寮國 或是甚至跟雲南南邊的 內族其實是同一個族群的 但是他們 心內也有非常多的少數民族 但是現在所謂的 我們就講 泰國王室的這個族群 他們其實是很多 其實是已經跟華人混血的 所以泰國其實現在自己內部的 的階級是 它其實是有階級的 然後它的那個階級的一個差別 其實是因為 華人又做生意的關係 所以它跟很多東南亞國家一樣 基本上 掌握經濟 教育 還有上層 社會的優勢的 其實很多都跟華人的學員有關係 所以現在泰國的 終生代歲倍 像你剛剛看到這些 在做這種 大型建設啊 然後好像是高歐在上 然後做一些什麼 企業文化 或什麼這類的 很多有名的 台面上的人物 他們可能到 爺爺奶奶奶那一輩 都還是華人 所以這東西 就變得很好玩 在他們生活中 除了你看到像這樣 傳統的 這樣的像土地 他們甚至會說 我們那時候有去問 他們說其實有的人 直接就叫他 就叫他 就像我們在講 地基主一樣 他其實就是 我們在講 就是台灣人 然後因為他們是 潮州人的多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多 名才外面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東西在泰國 是非常常見的 甚至他們的傳統市場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中式的招牌 那當然不要講 曼谷裡面是有中國城 那這東西 當然可以放大一點點 你看 你看當然這個 平安啊什麼的 然後包含這個 符啊 刀叫的這個 然後包含鏡子啊 劍師啊 其實其實很多都是相通的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大 淡南洋的華人文化 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所謂 越這邊過去的東西 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那 但是 再更往外 像剛剛講的 回到捷運周邊的 你會看到那個 底下那種冰房啊 鐵皮屋或是廣場型的 後面是這種 豪宅型的社區一直在蓋嘛 那 當然更不要講 沿途的覺得 你看到的景象很多 是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 會覺得 就是 因為在台北 甚至你看不到我這麼多 以及這麼高的 回到我在整個市中市 那 當然 反過來就是他們的民間的生活 一般的 像市場啊 當然去過玩的人 應該會比較熟悉 但是那個 宗教這件事情 都沒有另外的影響 其實是 我覺得是環境的乾淨 雖然是在一個 也是在一個東南亞區域 然後也是相對潮濕 然後很容易 很髒亂的地方 但是其實因為 佛教的關係 我覺得在他們的這場環境的部分 其實跟我那時候去南亞的時候 像 你去比較印度跟巴基斯坦 就會差非常多 印度就是 會比較髒 但是白傘在一傘角的領域裡面 卻犯人是非常乾淨的 就是 這個東西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等一下也許 可以去談一下地方 那這個是 市場的外面的結論 這個根本就像高雄 我覺得 就是 這也是我住的附近外面而已 然後我們要去做工程 這樣子 然後你看那個招牌 根本就是都中文 合成心打進去 就是 其實非常多這樣的東西 我發現大家去泰國觀光的時候 有沒有真的跑到這些舊區去 因為 當然大家會去可能 像 普遍客聚集的地方 考山路那邊 那個大航空周遭 或者是 不要是市場去的時候 可能 別的河岸 會看到一些像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住的其實已經過河了 是在 因為 因為泰國的曼谷的那個 那個 城市的感覺 就是如果大家 在座都是台北人嗎 有沒有不是台北人 好 可以啊 比較少一點 就是 就是 曼谷跟很多全世界上的 大城市的古城很像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圖 就是 它也是沿著河流發展起來的 所以其實 泰國的舊城區啊 就像我們現在看 蒙甲 奉華區 大大城 這樣的地方是很像 或甚至是 我們說 新莊魯州 其實它是像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住的地方 應該是比較像是 在新莊魯州 山莊 然後 然後我就過河 就是像是做那個 黃線 然後到了市區裡面 像這種感覺 那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 像這樣沿著河流旁邊 那個舊區 現在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舊區啊 因為你會包含像皇宮 這樣 我們就會往下看 就是 嗯 我們可能平常 我們會感覺到的 泰國的印象 觀光的印象 就像這樣 大皇宮 然後大皇宮 這種金秘輝煌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本身 其實就是在 它的整個舊城區 就是在靠河瀨 所以就可以想要說 他們原來的像這樣子的 金秘輝煌的皇宮啊 然後很重要的廟啊 還有很重要的早期的發展 比如最早的咖啡店 最早的劇場 最早的西方的Disco舞丁 全部都是沿著河瀨發展起來 就很像我們現在去 沿平北路那種感覺 但是實際上 沿平北路 我們現在知道大同區 是一個相對蕭條 荒廢 又不是因為迪華街這幾年做起來 那 更不要講像中永和這種 或者是像萬華現在 都還是在一個過度的街道 那實際上 泰國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大皇宮的外面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它的那個舊社區 都是還在的 那 雖然它的 或是像這是沿路做公共車過去的情景 然後你會看到 泰文跟中文的招牌的混合 這邊附近其實是中國城的 所以 這是泰國以前的華人聚集區 但是你會發現說 像這樣子的居住的這個氣氛 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觀光的 總會有金碧輝煌的 或者說更前面 看到一些摩天大樓 這東西的混雜 這件事情其實 其實是我們今天要去談雜誌之前 我們必須要知道一個背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還知道 其實去年年底到今年 有沒有人去泰國 就是現在那個周圍 正在渡哥 然後他們正在蓋野心的捷運 所以其實這條線的 捷運線的建立 其實會接下來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那這個就會跟我們今天要講 其實有點關係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那個大皇宮 在更往哪一邊 有一間博物館 叫做Museum Siam 我不太知道 在座有人去過嗎 鮮羅博物館 沒有 它其實應該是 它其實是超級無敵世界一流的博物館 就是大家下次留 其實都去泰國玩 絕對要去 它其實是紐西蘭的一個非常厲害的 測產公司 叫Story Inc 跟那個 泰國那邊的測產公司合作 做的一個世界級博物館 然後它其實就很像 它很像故宮加史博物館 加上台中科博物館 那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其實它的建築物 其實本身就是古蹟 很像我們去台北上大藝術館 那樣子 原來就是一個洋樓這樣的建築物 那它裡面的縣 它就是把三層樓全部打通 然後把所有的房間串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像在探險一樣的過程 那今天我們比較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不會講很細 但是它裡面的最大的特色 我們就是它把很多很多東西 從古代 從考古一直到後來這些移民怎麼進來 然後跟東南亞貿易是什麼 它有大量的東西 它全部都本來變成可以玩 這東西是非常選的 就是很多東西都像在打電動 或是在操作一些東西一樣 就是你會 就是從 這個是在講我們之前 是在他們在那邊沿著河流 怎麼發展存落 所以就很像在玩 模擬城市還是什麼 開心農場一樣 你就點什麼大象的人 然後就開始搬東西 之類的 然後就是開始開始 你會看到有一些小 就是城市會開始發展之類的 或是說像在講 東南亞貿易 你會發現說 他們在怎麼去看 泰國放在世界裡面 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也是直接從中東一直連到中國 是那個限制這樣 前面要不要燈關 你現在會不要牽涉出來 然後這個可能整個圖外掉 但是總之這個是一個 讓你選擇 你要去當哪一國的商人 所以譬如說 你可以當琉球的商人 就是琉球那時候 是一個琉球王國 所以它也不是日本 所以你可以去看說 然後你就可以去選 你要貿易什麼東西 那時候在東南亞的交易 什麼東西 之類的 你要去當總統的商人幹嘛 反正它就每一個展區都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 這裡面就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過講 它裡面有很多人都很好玩 而且它是從 始前 考古時代一直講到 戰後 人戰時代 六零年代七零半年代 到現在來過 所以很好玩 你就會看到說 包含泰國後來 包含它對西方世界的文化傳進來的影響 它等於去想這件事情 包含它的現代化 跟它傳到文化 什麼關係 包含它們在討論 什麼是泰國人 那就跟什麼是台灣人認相 因為泰國也是一個混雜 而且相對 因為泰國是一個內部衝突很激烈的 你讓他們看察者會知道 他們跟台灣一樣 他們有對立的問題 然後有族群的問題 然後有包含他們的少數民族 泰國其實也不是很鼓勵他們去發展他們自己的語言 就像原住民一樣 他們不讓他們可以去記錄自己的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在表面看起來很繁華的 另外一面 他們在對文化這件事情 他們怎麼想像 這個其實是有爭議的 但是這個館很有趣的是 它這個館的旁邊的側翼 他們那時候剛好我去的時候 辦了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展 他就在講大河開始的地方的城市 所以他就是從 解釋從西方國家進來泰國以後 泰國的曼谷這樣的首都 到底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像我剛剛講 你看那個地圖 最後變成那塊 你就覺得這個根本就是在畫底畫街 就是它怎麼從那個河邊的地方發展出皇宮 怎麼發展出新的 剛剛講的新的 現代的咖啡店 那怎麼樣沿著展 展區沿著像這樣一條河 開始往內走 但是最好玩的是這個展覽的最後 居然出現這個東西 這是幹嘛 放大一下 他就講說 對啊 不管去哪個市場 你看到紀念名都一樣 好像全部都可以送口成就可以買到 跟台灣的老街真相 然後 然後或者是說去講說 啊就是 欸你要不要把那個兩層樓這個賣掉 可以賣那個六十 六千萬 泰銖 就是開始在講不耕的問題 或是說 大眾進出要來啦 然後就是跟著好經濟機會啊 就是到底什麼東西會不見 其實這個很好 我就變成 它是一個以這樣的博物館的身份 然後他開始去討論捷運跟渡更 跟之後這個地區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這個可能就是台灣的 Google馬斯博物館會做的事情 這就是他有趣的地方 然後另外就是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在展 比如說 外國觀光客旨對於去參觀一些廟啊 或者是那些 皇宮改進去而已啊 或者說 呃 就是保存在地文化的話 好像就不能再容許更多改變嗎 或者是說 呃 泰國太熱了所以你其實很難 平常在外面做戶外的活動 所以他其實他們這個東西 當然他做這種這個是展板 那他這後面其實是 泰國的一群在做文化資產 跟做建築師的老師 他們在做跟社區工作坊有關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泰國是很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這個就跟剛剛講到的 他們的運輸部的主因中途 跟政治不是真的言論只有 有直接的關係 我可以試試試試試看 我可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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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試試看